另外花蓮最近最热门的话题就是浦峰养鸡场的设置了 县议会也针对花蓮县新设置畜牧场的管理制式条例草案提出了许多的意见 其中县员魏佳燕率先提出一个版本送交大会正式提案 魏佳燕强调它的版本是更周延也更严谨的 不论是避免污染华蓮的环境或者是罚车等等 甚至于是要促进地方和企业商营 都希望县政府可以审慎的评估参考 浦峰养鸡场在花蓮引起强大的反对声浪 花蓮县议会订纪大会当然也热烈讨论养鸡场的合法性 并要求县政府订定新设置畜牧场管理制式条例 而县政府提出的草案却遭议员们抨击 指称太过草率简单 应该配合花蓮的环境指标订定更高规格的管理办法 其中县员魏佳燕就提出了一个八大条例 数十条细者的草案版本正式提案送交大会 昨天其实我们收到那个县政府的那个 知识条例的版本 那今天不好意思 因为它的版本的条例其实非常的简单 那其实我本来就在关注这个议题 那我也希望说能够拟出自己的一个版本 然后它因为县府的里面它连法则都没有 基本上连法则都没有 那我希望我提出我的版本 然后也透过很多议演的联署 他们也都是看过里面的内容 那我里面不仅有法则 然后甚至学校的几公尺我都有设限 那最后交给议会 希望说由议会的同仁能够更及时广义的加入说 包括里面的一些西项 他们都能够参与来讨论 那在这边也希望说县政府以后 拟定那个知识条例的时候 不要太过草率 毕竟捕风这件事情是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避免下一个捕风的办法 就是希望知识条例能够衍生出来 魏嘉燕表示 他的版本不论是在环境维护要求 厂指位置规范 申请设厂所需的文件 专业维护管养等项目 都有严格规范与要求 他希望县政府能够审慎参考评估 重新制定真正适合花莲 也符合民众期待的地方自治管理条例 戒旅会欢迎市报导